哈喽,到了我们西文乐剑的关于驱动上面的讲解的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默认的播放设备设置为建议,设置为Master,然后设为默认值 然后录制的部分的话,假设如果说你有哪个,那你就设置到哪个 目前的话,我也只有Mic Outline 1-2有,所以说呢,那我就直接设置到了Mic Outline 1-2 然后假设如果说你有Line 34接的画放,那么我们可以去设置到这边 然后如果说你有你想要去用它的内建的麦克风,那就Talk Back,就这样 然后如果说你有介入到ADT或者是Speedif的数字的这边,那你就设置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就点击确定用不上呢,我都禁用了,防止出现 使用的一些音频软件找不到默认的这个通道的问题 然后播放的话,默认是Master,然后点击确定,这就已经完事了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呢,就是设置我们的这个视图的这个窗口 适合你的大小,我的65就是适合的,然后你可以设置到百分百 这个针对的是你不同的屏幕啊,因为我的是笔记本 所以说呢,我也就是只有65这个能用啊,然后底下的这个就是使用手册 然后这边是关于,然后呢,这边小齿轮这边有一个Audio Settings音频设置 这边的话叫做Level啊,Level A和B的话,是否需要去进行关联 也就是说,当我们转动这款升卡最大的这个大旋钮的时候 Output Level的时候,是否需要去进行联动 如果说你有需要联动的需求啊,就选择Linked,如果说不需要 那你就选择到这个第二个,第二个Bridge啊,Independent 然后这边的话,Tream Level啊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设置AB的这个音量的不同的话 我们可以去通过这边去进行调整 然后默认的话,就是双低就是零啊,都是一边大的音量输出啊 然后这边的Deem的话 就是一键削多少个DB,默认的话是-10啊 建议你试试到复试,然后这边呢是针对的是数字的 时钟的话,这边的话啊,这边的话,数字的时钟啊 默认的话,你可以选择到75欧的,还有高速康就关闭掉了嘛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Preference 然后这边的话Power Mode,叫做啊,就是普通模式 还有全速模式 全速模式的话,意味着会对你的USB耗费更多的电量 但是呢,对于你的使用的话 会有就是更高的这个动态范围啊,听起来的这个音质会更高啊 一般就是还建议你设置到Standard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关于皮肤 有黑色的灰色的,还有什么其他颜色的 然后这边是Buffer Size,建议你设置到256 然后这边Save Mode的话,建议你开启 然后这边就是关于啊,它的固件的版本 然后你可以去从官网上面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去进行升级啊 当然首件的朋友不建议你去升级啊 升级的话是有一定风险的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设置的部分 设置的部分的话,我默认的话采用率是44100 然后这边有一个主时钟模式 嗯,第一个是内建时钟 也就是说使用深卡内部的时钟 第二个呢就是External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得有独立的外部的数字时钟 然后这边Lock的就是锁定了 然后这边Digital,In和Out的信号来源 这边是数字输入的信号来源 啊,模式 比如说是Spiderful等一些其他的这个选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啊,数字输出的这个模式 然后我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的这个Speaker B的话设置就是说 第一个啊,From Phone 2啊 就是输入信号,输出的这个信号啊 和前面的这个啊,Phone 2是一样的 包括你的音量,还有这个控制的一些部分 另外的话,Reamping的话是针对一些小的 小的一些升级的信号 有这样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 另外的话,Ground Lift就是将那个放大的信号啊 出现就是说进行接力 然后防止出现一些这个小小的这种啊 电瓶的这个噪声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的话是主要的控制区啊 Mike 模式,Marin的话 如果说你插入了正确的线的话 Mike 模式就会亮 然后信息模式 如果说你插上6.35的啊,它就会亮 然后乐器模式就是Instrument高度康的一个需求 然后如果说我们插入了6.35的线之后 这边啊,我们可以选择开启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插入正确的线的话 这边是灰色的看到了吧 因为我的Channel R就是第二个通道的话 是没有没有那个开启的 所以说它是灰色的 另外呢,这边的话就是建议啊 这边的speaker啊,设置为speaker A 然后另外呢,这边的主输出啊 Q1和Q2是否能够听到Q1和Q2的这个声音 这边是设置这边 然后另外呢,这边有监听啊 单声道监听的这个开启 然后另外呢,这边Mai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线性输出呢 这边是听到的是 是否听到Q1还有Q2的这个声音 或者是都听到啊 还是说选择单方面 这边就是我们耳机啊 耳机1还有耳机2的 这两边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对应的实际上是和我们硬件的 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呢,这边的Fono的 还有LINE IN的3-4啊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20个DB的增益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插入了一个乐器 这边开启我们的乐器模式 如果说我们开 是有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深夜级的话 我们直接开启PAD去进行衰减 然后这边的话去进行啊 两边都联动看到了吧 当我去转的时候看到了 把两门启动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一个Fono模式 Fono模式的话 就是针对的是一个高阻碳信号啊 如果是我们开启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Instrument 还有PAD的话都是不起用的啊 看到了吧 这边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的话要跟你说一下的 就是第4个通道 你可以看到第4个通道的话 这边的这个 那个Instrument模式是没有的啊 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想去插入吉他的话 建议你插入了第3个通道啊 就可以了 假设如果说你前两个通道的话 都是需要去查卖风的话 就可以去建议你插入了第3个通道 另外呢 这边是直接输出的一个路由啊 第一个是输出的是我们的第一个信号 这边的话就是我的话筒 假设如果说输入啊 点了S的话 这边的一个输入点了S之后呢 我就只能够听到来源于我话筒的这个内容 另外呢 M的话 我只要是点亮了M 我就听不到我的这个声音了 另外的话 这个input R的话 因为R并没有差 所以说现在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Phono啊 还有LINE啊 三缸四 这边的话就是针对的是我们这个Phono 还有LINE34的这个接口 这边那个信号啊 我们可以去进行调整12dB的一个增益啊 这边是指增加你的监听的这个增益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联动啊 我一边说一下是不太喜欢联动的 因为我没有录制立体上的需求 所以说不需要联动 然后这边的Mix Routing啊 也就是告诉你 哎 我Mix的听到的这个东西啊 最后的这个听到的这个东西 是来源于哪呢 Mai 还有Q1还有Q2 我建议你把这两个都开启 要不然的话可能说如果说其他的通道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这边听不到啊 那那你就需要去把这Q1Q2 还有Main都开开 然后关于Tallback的一个情况 这边如果说我们按了 Tallback的话看到了吧 当我按了下去 Tallback的这个按钮之后呢 对应我们声卡这个Tallback的按钮啊 然后我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Tallback的话 这边是有声音的啊 然后我们在耳机里边也能够听到 这边的话对应的是我们的Tallback的这个声音啊 对应的是哪边的这个声音 比如说我现在的是 Speaker这边啊 还有Fone1还有Fone2 都能够去听到 来源于这个Tallback的声音啊 现在是都能够听到的 如果说我都关掉 那目前的话 我在我的耳机里边是听不到来源于Speaker 就是这个Tallback的这个声音啊 好了 这就是这款声卡的这个功能的部分啊 这款声卡是能够满足你录音啊 婚姻还有编曲等一些需求的 首先说一下这款声卡给我的感受吧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外表的这个按键的部分呢 是真的是非常多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强迫症的用户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按键是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我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喜欢看到非常多的按键 假设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 或者是有孩子 或者是有不懂的人在你家里边 或者说可以随意去进出你的卧室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由于他们的可能他们的误触啊 可能会对你的使用带来一定的困扰 这个是你在去选购之前你要注意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优点呢 就是这款声卡的接口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这也是我见过的桌面的声卡里面接口的比较丰富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素质呢还是还算OK的 价钱方面的话说实话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声卡 综合来看的话 它更像是一个极大成者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桌面声卡 但是呢功能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既想去满足你的个人使用 然后如果说假设你有一天 哎我不是个人了 不对 我不是一个个人的情况下呢 我想去录制一些多轨道的 比如说我们谷祖啊等一些常见的一个东西的情况 我们仍然能够去满足 既能够去满足你暂时的使用 又能够去为你以后的拓展去留有更多的余地 好的啊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这个开箱 还有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拜拜